在穷中 黎苗歌舞是当今遗存的最为璀璨的瑰宝 黎族和苗族人的精神粮食 也是他们传承历史和道德伦理的抒情载体 你很难相信 一个人口只有二十万人的县 以农民和学生为主体的非专业演员组成的演出阵容 可以很轻松地举行一场两个多小时的文艺演出 因为歌舞是这里人们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 更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组成构建 河东目前是县歌舞团的团长 被誉为穷中四大天王之一 王曲荣与林玉英这对康历就是通过对歌节时 他们的爱情也因着歌舞而滋润甘甜 李春梅的苗歌如婉转的夜音穿透焦灵的夜音 李春梅的苗歌如婉转的夜音穿透焦灵的夜音 李春梅的惹 他不仅自己创作了大量的原生态歌曲 近年来还跋山涉水走访大量的歌舞老人 记录下他们个性化本地风情的民歌 为抢救性记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在这些歌手的心里 王墨大老人是一座风碑 年近九十高龄的老人 至今念念不忘 当年两次取人民大会堂献唱的盛大场景 每逢有人来看他 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 离祖的舞蹈更多地与生活和劳动相关 大致可分为祖先舞 生活舞和生产舞三种 平安舞跳螺舞起伏 打柴舞东陵家歌颂生活 聪明舞波及舞表现劳动的快乐 离祖舞蹈是这片土地上独有的特产 带着泥土的新香和山泉的清新 他不仅是离祖人民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也孕育了许多伟大的艺术作品 陈翘 著名舞蹈家 曾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他在海南岛生活近三十年 并将离祖舞蹈推上国际殿堂 被称为离祖舞蹈之母 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来源于海南穷中离祖生活 其中三月三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被国家选为在莫斯科举行的 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节目 草力舞获得第七届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 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比赛金智奖章 中国二十世纪舞蹈经典奖 相比较而言 苗族的舞蹈充满神秘和仪式色彩 其原因在于苗族舞蹈起源于道工作斋 《招龙舞》是穷中团队演出中经常庆选目 节奏沉沉沦 舞姿神秘 从这种仪式感很强的表演中 能够看出过去道工起伏 《走村歌》则充满着邪趣 表现出青年男女山居环境下 独特的爱情风俗 2012年写的这个 山山写的这个《走村歌》 《走村歌》 《走村去找爱人》 他也是反映一种苗族人的 是个走村谈恋爱的 这个习俗的 也是用苗语来写的 这个歌唱出来以后 老百姓非常喜欢 现在在我们穷中县 这个苗村 男男女女的老少少 谁都会唱 谁都会唱 他的旋律很勇美 这里的人们善于从大自然中 写取天籁之音 装扮自己的歌舞生活 于是催生了 独此才有的 琳琅满目的乐器 传统的 梨族乐器 无一不与生活息息相关 他们就地取材 天才的发现 自然界的 竹目的节律 和美妙的音符 离足八音 是这些乐器中的骄傲 这是毕达 这是厉烈 这是啄巴 这是鼻箫 这是口拜 这是口宫 这是叮咚 这是独木鼓 就是一片树叶 也能在热爱生命的 李族人口中 吹出或忧伤或欢快的曲子 如今这些宝贵的乐器 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人类存储着一段生态记忆 在穷中 李族苗族的歌舞 与那些竹目契乐一道 给自然增添生气 守之 武之 足之 岛之 成为活的话石 述说着远古的故事 传播着文明的颤音 我们似乎听到 一种与山川天地共鸣的律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